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人来说 这些军营财宝都是赤裸裸的钱 都是可以改善生活的必需品 在古董的吸引下 整个村子无论是六岁小孩还是六十岁老人都参加了潜水摸宝行动 在多次的潜水摸宝行动中 村民挖出的最值钱的东西便是一只金老虎 这只金老虎在我国历史上非常的罕见 也极为珍贵 村民将其从江底摸出后 第一时间联系了文物贩子 最终二折以七百七十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对于村民来说 这或许是出土负的机会 但要知道的是 这是违法盗墓活动 最终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这只金老虎的贩卖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经过鉴定发现这是一件明末时期的文物 从文物省永昌大元率验这几个大字来看 这是张信中之物 专家以及警方顺藤摸瓜之后 发现此文物出土自已将底 多方面的调查后 警方捉获了该村 及其参与过潜水摸宝行动的盗墓者七十余人 之回包括这只金老虎在内的文物数千件 涉及金额高达三亿元